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华尔街焦点 美国对华关税开始显威力了 莱特希泽却因政府关门撑不住了 川普今日在回答记者提问 如何看待对华贸易逆差创记录的时候 他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而是又说了一段他常用的说辞 我们在中国问题上做得非常好 中国经济很糟 而我们的很好 我与习主席关系非常好 这种好关系不是坏事 2018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创新高 川普政府为缩小两国贸易逆差而发起的贸易攻势 不抵美国对中国产品的旺盛需求 周一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2018年增长11.3% 达到了4784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从美国的进口2018年仅增长0.7% 2018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3233.2亿美元 同比跃升17% 这让人不禁惊呼 川普打了一年的贸易战白忙活了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认为 这种创纪录贸易失衡局面的成因在于美国经济健康而中国经济疲软 这反过来刺激了美国的进口需求并抑制了中国的需求 川普政府设置了分阶段实施关税措施的最后期限 并且威胁今年还会采取更多的行动 也促使中国出口商加紧完成订单 此外人民币汇率贬值也使中国商品保持价格竞争力 招商证券分析师刘亚新称 最新数据显示出关税是如何影响出口商贸易行为的 这些出口商加快了出货的速度 刘亚新表示随着提前出货效应消失 以及国内经济增速回落 进出口都可能会放缓 至少在今年上半年是如此 周一中国海关总署同时公布的数据还显示 按美元计价 12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4.4% 这个数据比路透社之前的调查 经济学家给出的增长3%的乐观预测中值要遭得多 进口则下降7.6% 而预期则同样是增长5% 中国12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 创2016年12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从全年的数据来看 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创新高似乎是好事 但单从12月份的数据来看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中国经济正在大幅放缓 据BBC的报道 分析人士称这些反常识的现象是因为抢出口效应和政策的延迟 同时12月单月表现疲弱表现出贸易战的影响逐渐显现为未来蒙上了阴影 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数字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显示了中国的出口商抢时间出口 凯元资本董事总经理陆修权表示 中国对美出口保持在高位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美国经济强势上涨 二是中国的出口商急于在美国的贸易限制措施生效之前发货 这一种抢出口效应在受访经济学家的预期之中 此外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普之水对BBC说 对中国商品的强劲需求也反映出其他国家面对中国商品的价格和质量难以竞争 所以少量的加征关税不会从实质上改变全球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 进口下降是中国经济前景的另一个不利迹象 表明中国国内需求正在迅速的减弱 中国消费者和企业正在失去信心 外资上个月大幅下降 而过去三个月的汽车销量跌幅创下了记录 房屋竣工面积是衡量房地产市场健康状况的一项指标 今年也出现了大幅的下滑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据春节上有两个月 一些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已经提前给工人放假了 另外周五中国官方公布的月零售总额 和工业增加值意外疲软给全球股市带来的压力 许多经济学家称 此次经济放缓是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了 当时中国被迫注入了数万亿美元防止经济脱离增长的轨道 为了应对经济疲软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 其中包括加大政府的支出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的董事长王民对纽约时报说 现在的销售额比一年前增长了50% 该公司为许多公路铁路施工单位提供装备 另外中国政府还下令银行向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 并且承诺对没有裁员的企业进行补偿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到明年中经济增长将有所改善 但中国刺激经济的措施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有效了 政府主导的支出增加了庞大的债务负担 使这种长期拖累经济增长的情况变得更加的严重 而在沿海地区由于库存积压 很多销往美国的供应链上都积满了额外的库存 因此美国进口商在未来几个月可能需要更少的商品 而从12月份的分项数据来看 值得注意的是手机是拖累出口负增长的主要项目 去年手机出口金额达到229亿美元 因此手机出口单个项目少贡献了约为71.4亿美元的金额 占据同比下滑出口金额的70% 是12月份出口数据下滑的主要凶手 而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的是苹果的智能手机 悉数由富士康在中国的保税区代工生产 继而在发往全球地区销售 因此苹果手机一直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出口政绩 在结合苹果的状况 苹果手机在上周发布了20年来第一次业绩下调预期 库克称主要是由于大中华地区的下降 原来这次苹果成为了拖累出口数据最重要的凶手 而受到中国12元贸易数据难看经济放缓 以及美国创纪录的政府关门时间影响 美股今日盘前开低 道琼期货指数重挫225点 除了道琼期指之外 标普及纳斯达克期指通通走跌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费国 疲软的数据使燃料需求前景缩减 国际油价两大指标近日纷纷暴跌超过2% 其中伦敦布隆特原油更为一度跌破了60美元大关 至59.27美元 中原银行经济学家王军甚至认为 2019年一季度外贸走势不容乐观 这可能是全年最糟糕的一个季度 王军认为中美贸易战目前的所谓停战 是说贸易战不再升级或者降低火力 而非战火熄灭 未来不排除停战一段时间之后 战火又起 而2019年中美贸易战对内地出口及经济的负面影响 将不可避免的出现 影响的程度则要看90天谈判取得的成果能有多大 但目前有关中美贸易谈判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最新的消息是 今天美国贸易谈判首席代表莱特希泽抱怨 眼看3月初贸易谈判截止日就快到了 但由于美国政府关门 手下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工作